好 美牛恐怕有问题 接下来鸡块也要小心了 你知道这个鸡块照理来说 正常的比例 到底是多少鸡肉配上多少的面粉才对吗 这回包括了萧姬慧 盯上了大卖场的鸡块就发现 这标示跟内容差很大 英国名厨奥利弗在自己的节目中 踢爆鸡块的真相 他找了一群爱吃炸鸡块的小朋友 让他们全程直击 剩下没盯点肉末的鸡骨架 连着鸡皮拿去裹汁鸡炸 出来这粉红色的肉浆 再裹玉米粉油炸粉 看清楚了吗 原来吃的鸡块根本没盯点肉嘛 全靠鸡骨架制成 这也让亲眼目击的小朋友 胃口惊失 真是如此吗 发挥实验精神 如法炮制 结果出来这块更像是严肃漆的鸡块 再找来不同来源的鸡块一笔 最右边的鸡块几乎只煎炸粉不见肉 中间是外面一圈厚厚的面粉 包裹住中间细细长长的鸡肉 最后是面粉跟肉 乍看比例均匀 没有烧肉 有肉的味道 可是它的肉呢 也不是很天然的肉味 反正就是有加工过 但揭晓被民众嫌吃不到什么肉味的 是鸡骨架跟卖场鸡块 这也凸显了一个事实 看看卖场鸡块成分标示 只写了鸡胸跟吃起来像是鸡肉 口感的大豆蛋白 到底里头含肉率占了多少 容易让消费者误会 消费者而已 可能我是花买鸡肉的价格去买的大豆吧 就因为有标榜了含有99%鸡肉的鸡块 破开一看 鸡肉只占了小小一部分 碍于食品法未规定要清楚标示比例 难保不肖业者大钻其漏洞 卖出像这样子 用鸡骨架裹面粉 也能制成的鸡块赚钱 不无可能 再见周聪玉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